咖啡快一點 你的蒜頭要爬多久 被罵 被罵了吧 你要習慣他隨時會罵你喔 欸 這出現的壓力很大耶 我發現浩子其實沒什麼美感 你還是要擺好啊 空人肚子餓 你就趕快給他吃就好了 他哪叫你在那邊擺盤 你叫袁浩來 你叫他來 我會慢慢的把浩子洗腦的 你叫他來 十八分鐘後開始煮菜 快點 你那蒜頭要爬多久 被罵 被罵了吧 你要習慣他隨時會罵你喔 這出現的壓力很大耶 好 拿過來 你今天都沒有講一些冷笑話 那我跟你講 好 你講 有一天 好開心 跟好喜歡 跟好胖胖 他們去游泳 對 結果他們就溺水了 然後救生員就跳下去 就把那個好喜歡 跟好開心救起來這樣 為什麼 然後後來他們就 心有餘悸的時候 然後好開心就跟救生員說 大哥 來 給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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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那個蛋破掉了 沒有啦 這樣就翻過來就好了 蛋黃破掉了 不是 你剛剛那個也是破掉啦 要不要我來煎 你還不是把蛋黃都煎破了 那個就有蛋殼 沒有 這個可以翻過來就沒事 那你煎這邊 你這個 他只要是想要會 加油 你們兩個也是一對寶耶 不是 你剛剛說你會煎蛋 你是不是騙人 我會煎蛋 但是是散蛋 就是大家美感不一樣了吧 是 我覺得我的挺好 我要用醬油炒蛋的時候 結果店長他就不想要 可能怕我的那個廚藝取代的緣號 沒有關係啊 有競爭才會成長 其實我很忙的 我要幫忙切菜 又要幫忙剝大蒜的 然後他們缺什麼 我就馬上的第一時間就補上了 我是個很有用的小幫手 算是很難請到 這麼棒的攻讀生 我發現浩子其實沒什麼美感 你還是要擺好啊 通人肚子餓 你就趕快給他吃就好了 他哪需要你在那邊擺盤 你叫元浩啦 你叫他來 我會慢慢的把浩子洗腦的 好